当时有记者一看那个情况 就说这个是个伟大的爱情 爱你一万年 应该都是夫妻合葬 宁夏发现隋朝情侣合葬墓 墓中尸骨手牵着手 墓葬的男主人头戴金冠 要上别着金带扣 但只有五平方规格的墓葬 为何会出现如此精美的金器 墓主会是什么人呢 另一具尸骨真的和他是情侣吗 2004年1月 宁夏回族自治州的雇员市 正在建造一条高速公路 当工程推进到九龙山时 当地人才知道 这原来是一块风水宝地 整座山上分布着44座汉墓 和6座隋带墓葬 当地考古研究所得知消息之后 立马展开了抢救性发掘 经过几天的勘探 专家们看上了一个刀把形的墓葬 这是一种极其简单的墓葬 墓到底部的一个土洞就是墓室 专家们再次发掘几个星期 都没有发现 除了泥土还是泥土 然而就在专家们垂头丧气之时 突然传来了好消息 据考古队员所说 墓主人找到了 并且在其头骨上还发现了装饰 经过初步清理 原本的颜色显露出来 专家推断 这应该是古代贵族女子 佩戴的头饰布摇 布摇是一种极为灵动的头饰 通常坠着珠花 女子小步慢走时 坠势也跟着摇动 不择动摇也 布摇因此得名 难道墓主是一名贵族女子 但随着工作的进行 这枚布摇变得奇怪起来 这头饰并不是一枚发簪 而是紧贴头骨向后延伸 就好像长在墓主人的头上 专家们怕不小心伤到文物 于是将清理范围扩大两倍 直接将头骨周围一并清理 果不其然 在距离头骨右侧15厘米的地方 又发现了一根金条 和金冠完美呼应 金冠整体文式线条十分精美 比布摇更加珍贵 通常来讲金冠只有一些君王 才能佩戴彰显自身无上的权利和地位 挖掘到这一步的专家们意识到 这座墓葬绝对不像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 重新商讨制定了新的挖掘计划 然而接下来的发现更让人震惊 在清理到墓主人腰部时 再次出现了熟悉的颜色 这竟然是纯金带扣 不一会又发现了带扣的后端 孔洞中还残留着锚钉 就在不远处专家们又发现了一枚纯金的东罗马硬币 这下专家们更疑惑了 这墓主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宁夏发现隋朝情侣合葬墓 墓中尸骨手牵着手 墓葬的男主人头戴金冠 腰上别着金带扣 但只有五平方规格的墓葬 为何会出现如此精美的金器 墓主会是什么人呢 另一具尸骨真的和它是情侣吗 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太多的诡异现象 这不免让专家有些紧张 但是经过仔细考证 这枚硬币被证实为仿制的金币 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 古人为什么要仿制金币呢 难道在古代就已经制造假钱的概念了吗 专家在查阅资料后得知 当时的市场情况下 这种硬币已经不再流通 大多数都只是装饰用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金币上会有一个小孔 正因为罗马硬币的稀有 所以才会进行仿制 从而彰显自己的地位 回看已经出土的文物 金冠金格托金带扣古金币 这座看起来积极简陋的土坑墓葬 给专家带来太多惊喜 墓主人显然十分特别 那么墓葬之中还会不会有其他金器了呢 带着种种疑惑 专家们继续开始发掘 不一会儿一条消息传了出来 就在牧师北侧的泥土中 突然发现了另一个头骨 难道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顺着头骨向下清理 很快整具骨架显露了出来 专家们首先检测尸骨的性别 经过简单观察 盆骨之间的间距 判断出这应该是一名女性 并且年龄在二三十岁之间 确定两人是一对情侣 两具尸骨的手挨在一起 就好像是牵着手下葬 这一牵就是一千四百年 忠贞程度献上旁人 堪比唐玄宗和杨贵妃的 后宫家里三千人 三千宠爱及一身 然而浪漫只是后人的附会 一股并不可能自己移动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画面 专家的解释 是因为地层的挤压 诸如地震海啸山体崩裂等 外力的影响造就了他们的牵手 但是这一巧合何尝不是说明 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 但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没有解决 牧主人到底是谁 这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唯一的仪仗 这个金冠室 小河拓和头骨 整个人为一体 保持原貌的照片 这么小一幕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金冠室 是不是这个身份搞错了 宁夏发现隋朝情侣合葬墓 墓中尸骨手牵着手 墓葬的男主人头戴金冠 腰上别着金带扣 但只有五平方规格的墓葬 为何会出现如此精美的金器 墓主会是什么人呢 另一具尸骨真的和他是情侣吗 墓葬发掘工作进行到最后一步 在墓主人周围发现了几件陪葬品 但是这些陪葬品十分简陋 和墓主人身上的金冠金器 形成巨大反差 专家们也觉得奇怪 墓主人身上的黄金装饰 明显生怕别人看不出来自己的富贵 可就是这么一位贵族 陪葬品居然只是一个陶罐和一个陶盆 这难道是某种特殊的藏俗吗 接铃还需细灵人 专家们当即决定回到起点 还是从金冠上下手研究 在研究院中 金冠得到了很好的修复 上面的图示清晰可见 可就是经验老道的专家 都没见过这种纹饰 金冠正中有了一个近乎满月形的月牙 月牙之中环抱着一个太阳 专家们将这种纹饰命名为养月暴日 两边分布着对称的三组图案 好像是一对对飞鸟 身体呈现倾斜的S型 翅膀自然的向头部弯曲 看着就像在迎风飞翔 离中心点越远飞鸟越小 甚至最后一组已经看不出飞鸟的形状了 专家隐约感觉到 这并非简单的装饰 经过短暂的思索 判断这件器物应该来自于西边的中亚地带 相比金冠下河托的纹路就显得十分简单 中间仅仅只有一块棱形凸起 两边的袋子上布满了小疙瘩 但就是这小疙瘩才是关键所在 这是一种来自中亚西亚的常用装饰 根据已经发现的日月飞鸟连珠文 专家推测牧主人来自狱外 但是为何会葬在中原 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信息 从实验室传来 经过人类体制学家对两具尸骨 面部数据的重新测绘 惊奇地发现这对情侣竟然是白种人 也就是说九龙山上葬着一对异域夫妻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两人葬在这里 专家们考虑到在古时 顾元氏指当时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具有地理的天然优势 这对夫妻来到此地生活 目中充满了中国风的陶冠陶盆 也印证了这一说法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